我只是公關部的部長 也蠻大的 會長在這裡 明年的會長 今年的會長去哪了 他今天比較忙 會長通常都是指揮的 通常這種會長都是最累的一個 什麼事情都要管 什麼事情都要去負責任 因為必須要他要求到 你是想要要票是不是 從這邊開始講會長的好話 他要精神與我們同在 他已經 同在 其實我知道台灣電影節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每一年都有主題 今年這個主題是 破茧成蝶 為什麼會想要用這個主題呢 破茧成蝶 就是毛毛蟲變成蝴蝶的意思嗎 對有一個用 因為我們是從我們以前到 我們就是今年第六屆 我們回顧到以前 其實我們是一個很感動的感覺 因為我們從一個小小的社團 然後一開始只是辦一個 沒有很太大的活動 默默無聞 對默默無聞到現在 大家漸漸的溫哥華開始有人 在注視我們 甚至當地的媒體 然後還有像電台 就是 我們加拿大中文電台 對沒錯非常 非常關心我們 對啊 所以作為一個公關部部長 應該順著我們的話講 喔 96.1 真是對我們太好了 常常關注我們 去外面領紅包 對啊 耶 我來錄音還有錢賺 真的 過幾年了 不愧是公關部部長 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剛才打斷你了 你接著往下說 對啊 就是我們從這樣子一個 我們是非常感動的感覺 那其實我們很希望就是我們把這樣子的感動呢 傳遞傳遞給溫哥華所有的華人 還有一些朋友們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是辦得到的 只要我們想要 我想知道 就是你們有沒有把你們之前就是走過的路 這一段過程拍下來 或者說記錄下來 我們每年其實都有 都有一點 對每個部門都會有一些記錄 記錄是嗎 所以為了傳承下去 因為我覺得十年後 可能第十屆的時候 你們把它做成一部紀錄片 會非常的感人 因為也會鼓勵很多很多的年輕人 你現在說我已經起雞皮疙瘩了 十年然後就抱著自己的小孩去 搞不好我還要看一看哭 怎樣爸爸當年人 這是爸爸拜的 多熱血啊 好了那麼講到今年主題是 破繭成蝶嗎 那當然就是 以溫馨溫暖感動為主 那麼電影方面 是不是也是走這路線呢 對 選出來的電影 成長的路線 那麼 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介紹一下 今年有哪幾部 我們今年有阿爸 我聽到這個名字我就要哭了 真的嗎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周杰倫跟 洪榮紅唱的那一首 那這個電影我知道就是在講 他爸爸 他爸爸洪一峰先生 對 那首歌好好聽喔 很棒 對我iPad裡面有 對 我超愛那首歌 對正版的 對正版的 對 然後還有星空 然後走出五月 帶一片風景走 翻滾巴士 這我也好喜歡喔 對 肌肉好好看喔 我就只想你要講這個 我們社團女生都是說 天啊我愛這部片子 等一下請問一下這個感動跟溫暖在哪裡 沒有它其實是一個很厲害 對 對 是立志的故事 是我太膚淺了 所以其實今天咱們的主題 除了有溫暖的 然後其實也是有立志的 其實滿像你們等等主義社的這種精神 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實實的往前走的感覺 對 對 那麼今天其實在七點鐘了沒呢 他們很好喔 還有帶票來送給我們聽眾朋友 哇我今天有這個電影票送啊 大家又有福氣了 那我們先來問一問我們的亮亮同學 公關部的部長 是的 這個今天給我們送的電影是哪一套電影 我們今天送的這一套電影是 阿爸 阿爸 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是金妮看了會哭的那種 是 我都還沒看我聽歌我就想哭了 對 就還沒有看啊 那麼這次應該去看了吧 我當然那電影票送給我囉 謝謝 真的嗎 好吧 公關公關公關你們公關你們 這個 中寶四囊的問題我們得好好的研究 跟解決一下 好啦 不跟大家開玩笑了 這套票呢是送給大家的 我們就請我們的登登主義社的會長 下一屆會長 等一下 我以為你叫她亮亮 你叫她等等 不不不 等等 等等 主義社 等等主義社的下一屆會長 即將的會長 來出一道題 只要聽眾朋友們答對了 就可以把這一套阿爸電影票帶走 阿爸的裡面的主角是誰 這邊講出一個就可以了齁 就是那個 故事背景 對故事背景 主要在講誰 對對我們剛剛有講了 有提到 是是是 是誰啊 是洪 洪 誰啊 就是洪一峰先生是嗎 是洪一峰先生 那麼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的話 趕緊不打電話 6045959616 我最親愛的阿爸 我最親愛的阿爸 我最想要求你一聲 請他在你下一關 尺 riktig 愛的阿店 我最愛的阿 Subscribe 我最想要求你 gerek 你 Straßen ργ кстати 開單 由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守着那温馨的热关下 沉默安静的对话 挖桃花阿爸失所 我最亲爱的爸爸 你给我们一个家 宝贝女将写的哪吒 就像浓郁的春花 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伸手握来给你吃 握声清清 传你回来阮阱 白映山不开转 断断声 阴断声的月日 黑夜七阳 阴汤阴汤茶 阴汗阴汤阴 够地里开车 我们在长大 守着家 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 沉默安静的对话 我看花啊大心酸 被拥下你抬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安静的对话 我逃过阿爸谁说 好了 其实除了今天大家可以拿到这个阿爸的电影票呢 其实在接下来的七点纵了眉的节目当中呢 仍然还会为大家送出的 比如说了像这个带一片风景走啊 Living Gracefully 我来帮您讲英文 不是 我是说下一部是 还有一部是什么 《当爱来的时候》 《当爱来的时候》 英文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当爱来的时候》 然后他接下来到女方家 到插门 然后他有两个妈妈 哎呦 为什么会有两个妈妈 因为一个妈妈她不孕 她不能怀孕 所以她有第二个妈妈 就是主要是来 传承香火 传承香火的 完全达到了电影剧本的这个 非常dramatic的故事 對 就是這種非常揪織 然後複雜的一些故事清潔 對 然後除此之外 他有一個智能不足的叔叔 你看 什麼都有 還有一個不負責任的落跑男友 對 然後還有一個爺爺 可是這個爺爺就是一個善良的那一個爺爺 就人非常非常好這樣子 慈祥的老爺爺 對 然後其實這部片主要是在講說 因為台灣現在有很多人 我覺得不只是台灣 就是亞洲人其實對親情的表達是 比較沒有那麼的 含蓄 對 含蓄 非常的含蓄 所以他們就會用一種比較責罵的方式 去表示他們的愛 所以愛變得不明顯 那因此小孩子可能比較不了解 就會受傷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愛是掙扎 愛是責罵 愛是懲罰 愛很複雜 打世親罵是愛 不打不罵 不痛快 那我等一下就打你兩巴掌 用力用力 亮亮說話了 好 所以這部是當愛來的時候 When love comes 那麼還有另外一部我們要送的就是 帶一片風景走 為什麼會想要選這一部片 因為這一部片呢 是非常血淚交集的一個片子 那它是改編至台灣真人真事的故事 就是百萬部的愛 嗯哼 那它裡面是講有關一對夫妻 所以黃志勇先生和蔡秀明交集 那蔡秀明交集 那蔡秀明她得了 特別感動人 我只要看到是比如說是Base on truth story 我就已經開始眼眶紅了 是喔 那萬一她講的不是感人的故事 是一樣啊 那麼其實除了這以上三部呢 其實呢仍然還有其他 比如說了還有一部就是我們基姐非常喜歡的這個 這部就是阿信 喔他應該也算是 喔他英文名字叫oh yeah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是Jump Asin 應該也是改編來自真實故事對不對 對他也是改編真實故事 其實他是類似 有點類似算是紀錄片 他是有紀錄片 然後之後又有在翻成的 對不起啊 亮亮我打斷你一下 我們基姐非常喜愛這部電影 我們下面讓基姐來為大家介紹他最不心愛的電影 好 就彭院是主角啊 然後很帥啊 然後很有肌肉啊 還有胸肌啊 腹肌啊 腹肌啊 讓他們介紹啦 所以很多女孩子喜歡這部電影 都是這麼膚淺的理由嗎 沒有其實他裡面也很好看 因為我看過了 真的嗎 可是其實很多女生的確都是為了這個父親的理由 亮亮好直接啊 我是在說真的 因為我們社團裡面有些女生 他看到他會看這部電影 他第一個就是oh yeah 然後甚至我們那一天在看預告的時候 他們就是所有的女生都在偷笑 眼睛都亮了這樣子 對 他原本都很無聲 然後就突然 所以 彭你剛才那個聲音很消魂啊 那個 一個感嘆聲 他自己也很喜歡他啦 對 對 對 亮亮啊 其實這個不要看說翻滾拔性 因為彭你院長得很帥 但是其實他真的有實力很堅強 因為他有入圍這個今年金馬獎很多項目 其實這一部電影當時在拍攝的以及它上映的時候 其實很多傳媒也都非常關注這一部電影啊 但只是說由於某一些原因啊 因為跟它同期上映的還有另外一部大片嘛 然後把它封頭給蓋過了 其實這一部電影呢是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其實我覺得今年咱們這個台灣電影節的這些每一部影片都非常的有 就是就是有它的一個點去吸引觀眾走到影院去欣賞他們 我覺得它每一部片子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獨特性在 對 到底是怎麼多麼的獨特呢 其實是需要大家去到電影院看的 這也是為什麼等等主義這個學社社團花了從十月份對吧 對 從去年十月份一直到現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去為大家挑選片子 然後又去聯繫又去怎麼樣的 想必這些都是精華中的精華 嗯 那麼最後啊就請亮亮跟佩吉跟我們聽眾朋友再講一下這個 呃台灣電影節的時間啊 放映的地點啊 還有就是跟聽眾朋友拉拉票 好 呃我們今年放映的時間是六月二十九到七月一號 我們三個購票地點在Vancouver的Mimi Beloved Me Bernaby的一星麵點 還有Richmond的Avenue18 OK 都可以 都可以買到電影票 其實上網這些都有說嘛 就是去到哪裡 上網都有說 對 我們的官方網站 TWFF.ca 就是台灣 TWFF.ca 那麼除了有實體的購票網絡上面也可以購票對不對 對網絡上面你可以上我們的官方網站TWFF.ca 可以看到我們的購票系統 對 那我想知道每一天大概從幾點到幾點啊 我們第一天是從七點到九點 晚上嗎 晚上 晚上七點 對 然後第二天就下午場了 就是下午差不多三點的時候就有一部片子 然後我們總共那天播放四部片 四部 對 所以也是從下午到晚上差不多的時間 對 那麼最後一天呢 最後一天也是 所以希望大家安排好自己的時間啊 這樣的話呢可以去到電影院 欣賞自己想要欣賞的電影對吧 是的 最重要就是把它的網址寄好了 TWFF.ca 是的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我們今天的最後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前面的幾屆當中呢 你們有一個吉祥物啊 對 叫做 單眼人 大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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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對 呃 我想知道他今年還會出現嗎 會 其實在 其實前幾個禮拜 他都已經有出現在溫哥華的一些地方 然後現在呢 現在最後一個禮拜 他會出現在Granville Island 喔 對 所以要是有看到他的朋友呢 請去跟他拍照 然後我們會把照片呢 放在Facebook 我們甚至也可以take你 加你的Facebook 教你願意的話 喔 那我想知道你們的Facebook是 TWF.ca 一樣 就是TWF.ca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Facebook 好 太棒了 好了 我們在這裡呢 就非常感謝我們等等主義研究社的亮亮跟Peggy做客 我們七點中了妹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 拜拜 贏